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勇武 勇武是最大的障碍 勇武就由贪嗔之门 就由自私自利 就由明文利亚 一大堆东西都都带上了 无我无人也不行 无我要有人 我说为什么 我未必众生学的 众生太苦了 这就是菩提心生起来 自己不知道苦 看到众生苦 众生苦我要去帮助他 我们有得心 我们有智慧 我们有能力 我用什么帮他 那我们想帮助他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最好的示范 就苦就难 要从根上就 苦从哪来的 苦从迷来的 迷失自信 所有一切苦都是迷失自信 迷的有前身 有光下 时间有长短 各个不一样 全是从迷来的 乐从哪里来 乐从物来的 佛四十九年讲经教学 讲的是什么 是破灭开悟 这就是他讲经的意义 对初学来讲的时候 还是这个原子 大铁 大纲铃 底下一个小纲铃 头一个小纲铃 帮助众生 断以身心 这是佛教化众生的第一个目标 首先教你 你相信了 第二个目标呢 你明白了 那就是破灭开悟了 第三个目标呢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要正开 要落实到生活上 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 那就有味道了 这只有你自己知道 有明白人知道 一般人不知道 跟你境界相同的人知道 境界比你高的人知道 境界达不到你的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不落实 不行了 第二个目标 后 谢谢大家